欢迎收听赛欧的驰骋人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相会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聊聊结婚礼车的学问 相信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鸡婆了 到处喜欢去帮人家忙 你一定有机会当人家结婚的工作人员 当然了 其实结婚讲白了 就是让大家人羊马翻的一段过程 不过虽然过程是相当的疲倦 相当的疲累 不过我们大家事后回想起来 结婚是人生一等一的大事 累一点其实也是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也没有什么好怨言的 所以小弟我这个人品还算是不错了 陆陆续续帮忙过几次的婚礼了 所以不管是结婚的工作人员 或者帮忙招待的 或者是理车的司机什么的 我都有参与到了 当然在我们华人的习俗来讲 结婚毕竟非常的重要 所以光是理车这边就很讲究学问 不知道各位是否也都了解 理车为什么要长这副德性 在理车上面有什么有趣的禁忌 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一集的节目 跟大家闲聊一下我所参与过的这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好 其实我们在华人的结婚的理车当中 它的装束 它的装扮主要是源自于古代的花轿 因为我们向来古代就认为说 男方应该要准备花轿去迎娶 女方进门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 你说现在要拿花轿去迎娶的话 我看可能真的会比你拿理车去迎娶 更加的让人仁养马翻 光是你现在去哪里找一顶花轿都是不大容易 遑论你还要找一堆古装 这不大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从以前的花轿的概念 演化到我们现在理车上面 毕竟理车会自己动 花轿你还要人扛 理车我们油没踩 它就会动 所以我们这个理车既然是从花轿来的 所以在数量上也是沿袭以前花轿的习俗 我们一般在结婚的理车安排上面 当然我们结婚是希望双双对对 所以结婚的理车也希望是双数 所以一般我们看到两台车或者是六台车 大家应该会想说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八台车 当然四台车大家知道 四台车就是四个数字不吉利 八台车为什么比较少见到 也不是说没有 因为有人认为八的嫌疑就是别 分别的别不大好 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觉得 你光是要搞到六台理车 你就已经够人养马翻了 你要弄到八台车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场灾难 不要说灾难 结婚讲不太经历 你真的搞到八台 你场面会大到说你很难去应付 当然也有人说 三台车也OK 为什么呢 因为三的谐音跟善是一样的 不过我觉得三台车会比较多出现的原因 是在于说 因为三台车很实用 第一台车是开道车 放鞭炮的 第二台车是结婚主车 第三台车是载着工作人员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台的理车 在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真的是蛮实用的一个搭配 所以我们一般看到了 当然你说有没有一台车的 其实也是有了 有些人真的是预算有限 什么的 尤其在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法院公正结婚 通常就是把自己家的爱车绑一绑 当理车 这样子简单朴素 这样子也有的了 所以说在光是数字的选择上面 也是有些学问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理车在开的过程当中 也是很讲究的 基本上你在南方家里出门了之后 你到了女方家让女方上车了之后 就不能回头 不能倒车 不能回转 因为这样象征着出嫁出去不幸福 所以我们在出发之前都会先演练好 这个路线是什么 一定要预先的走过一次 不然你要是熊熊迎娶了之后 前面正好在坐路 或是前面正好拆市场什么 就非常非常麻烦了 当然在出发之前 我们还会对理车做一些装束 因为我们台湾这边主要是走闽南的风格 我们对理车的装束相当的多了 你如果去中国大陆 你去看看那些北方地区的 他们的理车装扮其实很简单 几个小花彩放一放就这样子 不像我们一般闽南来讲 你一定要有一个大花圈 放在车子的水箱罩上面 然后拉两条断带 从头这样拉到尾 然后在门把上面还要别花彩 那么其他的伴随的其他这些理车 也要在门把上面放上花彩 而且要绑彩带非常的困难 我要跟各位呼吁一下 如果你想要自己绑 我劝你真的打消这个念头 你花一点钱 请昏蜜 或是请结婚用品店的人帮你忙 这个可以帮你省下很多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彩带 你一定要拉得非常非常紧 只要你有一点点空隙的话 不好意思 你在开的时候 一定会像我们小时候 在玩橡皮筋串成的那种跳绳 会这样子 这样飞来飞去 非常的惊险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那个断带会整个飞出去 各位就觉得说 这个绑子真的有那么难吗 是的 我以前我也是觉得 这个东西没什么困难 自己来就行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先把这个花圈的盘子固定在这水箱罩上面 那当然我们现在车子 这水箱罩大概都很大了 所以绑这个也不算困难 然后那个两个彩带 你就能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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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般会用这个雨刷 把那个彩带把它给压着 这样增加它的这个固定度 然后再拉到后面行李箱 一般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行李箱盖 就是把那个彩带拉过行李箱 然后行李箱盖一盖紧 这样就好了 问题来了 你如果要用行李箱盖 逼紧这个彩带的话 你彩带势必要整个穿过行李箱 那这样你到最后 会露出两条这个彩带 留在后面 非常的不好看 问题是在于说 那你如果想要 直接在行李箱盖里面固定 其实一般我们的轿车 在行李箱盖里面 是没有可以绑彩带的地方 完全没有 所以说 这个就要交给那些 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婚礼用品店的 这些婚秘这些人 他们来专业处理 因为他们见多识广 那么再来就是说 有一些比较讲究的 你车上还要绑竹竿 竹竿是为什么 是象征这个针结 是象征这个女方 这个出嫁之后 会像竹子一样针结 当然这个多少有这种 大男人主义的 沙文主义的遗毒 那么在竹子上面 通常我们在竹子的后方 也就是我们后面 打纹玻璃这个上方 会掉一块猪肉 猪肉这个用意是为什么 猪肉就是希望说 在这个饮血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模型 有一些妖魔鬼怪 过来的时候 当然我们结婚用的是红色的 红色就是为了要下退 这些不好的东西 像我们过年要穿红色的衣服 拿着红包 要点鞭炮 用意是一样的 如果有一些真的是那种 比较霸王级的 魔王级的 这种模型来的时候 我们就用猪肉去靠肠他们 希望他们把猪肉吃一吃 然后可以远离我们结婚的车队 不要来干扰我们结婚的进行 讲这个是很简单的 你光是竹竿要怎么固定 这都是一个大麻烦 有些人会想变异形式 可能就是那个透明胶带的 把它贴一贴贴在车顶上面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的饮取时间 你是在这种夏天的日震当中 你这个胶带的残交 会让你回去轻个半死 会轻个半天 还有就是说什么 猪肉 有些人觉得 反正我就掉在竹竿上面 对不对 不好意思 猪肉在这种日震当中的时候 太阳一晒 它就会开始滴油 你到时候后挡风玻璃 你也够你轻 要是要留到 后面排水槽那边的话 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这边我们都会建议 其实你要搞结婚礼车 你最好去找这些专业人士 去帮你弄一弄 我这边都很推荐 以我自己这样子 开结婚礼车的 帮忙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你就去那些什么 外面那种租车公司 像什么格上 河运 小马 艾维市 这些夯不当当 这些比较大的这些租车公司 他们一定都有提供结婚礼车 带司机这种出租服务 这个结婚礼车司机 第一个他这个专业 第二个是什么 他在绑这些东西 对他讲小差一点 他们都有专属的工具 像我那些有几次 我就看到 他们就拿出那个什么 一个磁铁 然后磁铁上面有个U型扣 有像马蹄型的那种扣子 刚好你要維竹竿 小竿子刚好就套进去了 然后他们在后边猪肉 下面也有一个塑胶队 可以去盛住猪肉 also the chui 至少都要搞半个小时 这些租车专业的人 我看这样子算起来 大概10分钟 全部都搞定了 而且他们拆的也很快 拆了大概5分钟 我们自己要拆 可能也要拆个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所以我都会建议 婚礼的时候 你要忙的事情 已经非常多了 这个里车的东西 能的话就去这些租车公司 租一台什么宾室里车 租一些黑头车 这样子来用 如果你真的是废的 就是说不行 我的爱车一定要上车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 你最好找一些 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不然我们这些 这些这些肉开 这个七手八脚 这个难免会出错了 不过其实这些回应 都还算蛮有意思的 那么讲完了 这个车子的 这个布置了之后 当然我们就讲出发 那么刚刚要讲 这个头车 是所谓的这个power车 power车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个开车的人 旁边的那个助手席 他要负责丢鞭炮 丢鞭炮当然是为了 要下走这些模型 这些妖魔鬼怪 那有些人就讲 通常要放这个power 就是所谓的大袖子 当然我们现在工商业社会 不一定有所谓的大袖子 这个角色存在 所以我们就会随便 拍一个工作人员 来负责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跟各位讲 做这个事情 要注意安全是没有错 但是不要太尽责 我们之前有一次 我之前有一次 引起的遇到一个太尽责的棒炮 这个大袖子 他怎么个棒炮呢 依照我的经验 我们应该就是这个理车 从这个男方的家里出动的时候 OK好 丢一串炮 一个小小的炮 丢下去 告诉大家 然后到了这个女方家 前面的最后一个弯角的时候 再丢一个炮 下去 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理车来了 好了 那我们这位非常静泽的大袖子 他怎么放法呢 OK出发的时候 他也 这个鞭炮丢 然后进到出门的第一个弯道 有丢个炮 下去 然后再从此之后 只要一经过一个十字路口 就丢个炮 下去 其实他的用心 我可以理解 因为在我们传统的风水学上来讲 十字路口 就是所谓的这些孤魂野鬼的 一个交汇的地方 所以他这样放炮 还是为了要警醒这些孤魂 我们这边有仪式 你们不要靠近 这个意地意识良善的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其他人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说他每经过一个路口 就丢炮下去 当然 那个允许的时候 是所谓的假日 所以结婚理车 当然虽然是不少 可是一般人 不会有这个预设 大家也是要用马路 后面看了 因为那天我开的是结婚主车 后面开了 我就捏把冷汗了 结果怎么办 最后就是说 放炮车 他开前面 然后我开到他的右后方 我帮忙去挡住一些 让那些摩托车 不要靠近我们的车子 靠近太近 不然真是让人家捏了一把冷汗 所以我们前面放炮车 基本上就是在出发 跟快到达的时候 放个炮 这样意思意思就好了 当然也有人会讲究说 这个理车上面 既然我们结婚 是要双双对对 所以理车上面的人 要凑成双数的 基本上我会觉得 这个其实是有点没必要 为什么 因为结婚理车上面 本来人生上面 就是机动性的调整 我们现在流行性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滚动式检讨 那么你可能有的时候 会有人临时 没关系 我自己再过去 或者你顺便来车子 这样子帮忙一下什么的 当然有个变通的方法 是什么 如果你的车子上面 结婚理车上面 不小心真的是做了 单数的人的话 其实有个变通方法 是什么 你请单数的这个人 把他的凶花 把他给拿下来 意思是说 其实他不算是工作人员 他只是路过的 也有这种变通的方法 由此一说 等到你开到了女方的家门口 当然会有些仪式 什么有的没的 那么我们这时候 就有一个休闲时间 什么休闲时间 你就会看女孩子上车之前 他是用一般我们这种 逐筛子 还是拿伞 还是拿黑伞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东西有什么差别 不知道这东西差别 等一下听我们这期节目 自己去Google一下 这边我就不方便多讲了 那女孩子上车之后 像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车就不能倒车 不能回转了 然后要直接开去男方家里面 那男方家里面 当然可能在女方家出发的时候 有些人会要求要丢扇子 或是女方家里要泼水出去 什么有的没的 这当然就看各家的习俗了 到男方家里面之后 通常男方家里面 也会准备很多有的没的仪式 什么破瓦什么的 这个我们都看多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 现在我们工商业社会 真的从男方家里面 出发去女方家里面 迎娶再送回男方家里面的话 也要看你们之间距离 是不是足够了 因为像我们以前 也有遇过那种 就是三晶半夜 要去离山上面迎娶 然后请留是中午 然后是在台南这边请客的 哇 大家都翻天了 前天晚上没有人睡觉了 前天晚上也先开夜车 先开去离山上面 然后两边都是很传统的人 就说不行 这个迎娶 这个入进门 这个都一定要看时辰 这个女方也是要看时辰放人 男方也是要赶时辰 就是要时辰以前 一定要完成这些仪式 我们这些司机们 这些全部都是昏倒的 所以现在其实 公商业社会发达了 我们还是有一些 变通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去饭店迎娶 就是说 假设男方女方的家里面 真的距离太远 那可能请女方先去 男方家附近的饭店 去住一晚 然后隔天早上 再去饭店去迎娶 然后送到男方家里面 然后再去饭店回去宴客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去跟饭店 去订这种婚宴的套餐来讲 它基本上都会 撒币鼠送你一个 蜜月新婚小套房 然后如果你的桌数够的话 可能还送你宾室 或是有些好一点的饭店 可能会送你老实还是理车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很简便 你如果说将来老一辈 坚持这些什么时程 那我们这些开车的司机 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是拿命在拼的 所以时代在进步了 我觉得这些观念 可能要与时俱进了 除了要赶时程 对我们这些开车的司机 比较困扰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困扰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那一天 正好是黄道吉日 因为我们现在工商业社会 大家举办婚宴 普遍都会选在周六周日 对不对 那一个一年大概就是52个礼拜 也就是大概104个周六周日可以选 问题来了 那这个结婚也要看时程 所以可能有时候一整年 你可能好的这种周六周日不多 那大家就会撞在一起 问题是什么 可能你今天你抽了6台黑色的宾室 他也抽了黑色的6台宾室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路上看到 那种跟我们一样理车的人 我们都会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会混在一起 尤其是什么 尤其当大家都是去饭店赢取 大家都是用这些黑色的宾室 黑头车 或者一些黑色轿车什么的 很容易会跟错 我们之前就有发生过 就是糟糕了 这个从饭店一起出来 大家差不多从那时间赢取了 一先一后位 然后一出去 糟糕了 一汇流 好几台黑色宾室全部混在一起 怎么办 然后到了10路口 糟糕了 有一部分的人往左转 有一部分往右转 怎么办 结果就是发现 有一部分的引起车的 怎么我们的车子忽然变多了 然后另外一边 怎么我们的车子忽然变少了 然后因为不能回转 所以就是等双方的女方都已经下车了之后 大家赶快再互相的联系一下 怎么办 赶快把这车子护掉 这种事情我们也遇过了 所以说 这个也算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毕竟我们现在工商业社会发展 大家难免都是会租一些比较有气派 比较有派头的车子来当结婚礼车 所以难免会出现这些有趣的插曲 其实真的我们对于这些我们工作人员来说 结婚真的是一件很值得快乐的事情 不过真的是非常累 所以通常我们要是那种当天迎娶 然后又是当天宴课的 尤其是在宴这种中午宴的 那个真的是大家通常 中午送课完之后 大家全倒 因为可能你前一天也没有办法睡觉了 那在阴学过程当中 可能又有很多临场反应 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去一一的克服 所以真的每次帮忙这些结婚的过程 其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非常的累 不过真的像我们一开始所讲 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觉得这些很甜蜜的回忆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这些 有趣的这些帮忙迎娶 或是帮忙嫁娶的这些经验 或者开这些结婚旅车的经验呢 好 那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跟大家好好分享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这些帮忙结婚 开这个结婚旅车 遇到这些有趣的事情 还有这些我所了解的习俗 跟大家好好轻松的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音频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回再聊咯 拜拜 Zoey 兰华俱乐部 您好我是Zoey 我们刚听到这是法国的作曲家沙提她所写的我渴望你 Zoey 兰华俱乐部 Zoey 兰华俱乐部 当然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本来它叫一首Vouser Vouser在法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华尔滋 这是怎么样的一首华尔滋呢 是的 沙提那时候 他在一个咖啡厅 也就是Chanois 黑猫咖啡厅里面 弹钢琴 他身边都是画家 还有诗人 他就是负责弹钢琴给他们听 于是他就写了这一首华尔滋 他觉得他应该加上歌词 于是呢 他就一直等待 这位完美的诗人的出现 当然在巴黎 当然不可能会缺少诗人 于是这一位 很巴黎的诗人就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 Henri Bacoghry Henri Bacoghry 他就把他所写的给萨滋看 萨滋说 太完美太完美了 我就是要这样子的歌词 他并不是多么的高雅 可是他很直接 他就是在讲一对恋人 他们一见钟情之后 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那个时代 1900年 世纪末 Bear Epoch 美好时代 当Coco Chanel小姐 才17岁 那时候 他好年轻 他想要唱歌 又要跳舞 所以他才叫做Coco 然后他又会做衣服 他刚开始的时候 做帽子 然后他为大家做衣服 而且是做很舒服的植料 他希望大家跳这个舞的时候 会很舒服 然后恋人更加的相爱 所以他也渴望所有人都爱上他 就像这首曲子 我觉得这首是一个撒娇的曲子 他的歌词内容是这样 他说 我了解你的痛苦心爱的人 让我们相爱吧 我们之间没有距离 没有忧愁 只有幸福等待我们 与你在一起 无怨无悔 只有你在身边 一切都好 你的眼神 有着我的誓言 你的心来自我的触摸 我们两个真是干财烈火 在爱的世界中 水乳交融 永不分离 我念的都不好意思了 因为实在是太热情了 我念的都不分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co Chanel所讲的没有香水的话 爱情它就没有未来 是的在它美妙的衣服里面 打打跳的华尔滋 在它的Coco Chanel No.5里面呢 让这个爱情不停的延续 Je te veux 我可忘你 沙提的曲子 Je te veux 据说有秘密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据说有秘密 我是吃瓜公主蒋小子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部片呢 首先要先请大家听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叫做乔峰 听到乔峰是不是又吸引了 四年即生 五年即生 六年即生的回忆呢 没有错这就是金庸大师笔下刻画的这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天龙八部里面的主角 当然金庸大师其实刻画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武侠人物 包括呢这个杨过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很多人就在讲说 哎你练过功吗 你练过哪一本功呢 好又看过哪些改编的电视剧呢 过去不少香港TVB的著名演员或是大陆现今的一级演员 都曾经演过金庸的武侠剧里面的经典人物 甚至是天龙八部呢 到今天为止已经拍了第七个版本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从古到今 七位的乔峰你最喜欢哪一位呢 首先呢今天是要先来介绍的这一部是新天龙八部 而主角呢是由台湾的男星 悠有杨又宁饰演的盖帮帮主乔峰 好第七度反排呢 这次的天龙八部找来的杨六宁啊 单纲是第一钢铁直男乔峰的这个角色 当然他在戏里面呢一贯有着金庸笔下 营造出来这个飘逸散发的这个长发 还有坚毅的眼神 另外因为杨又宁啊 本身他的脸部轮廓是比较有灵有角 所以导演同样也是这次剧中 饰演耶律宏基的这个资深演员于荣光 也就说了 悠有本身是一个非常有侠气的这个男生 那除了呢 他能够凸显这个豪气盖天的乔峰 也能展现出乔峰放荡不羁的形象 当然这次的翻拍 其实打斗的特效和宏伟的场面是非常多的 当然其中还有一幕呢 是杨又宁被人家陷害之后 甘愿为情义而连续挨刀 让他鲜血直流 很多人就说啊 光是隔着一幕看就觉得 哎呀 真的很痛 那另外呢 还有他跟这个慕容妇的打戏 俗称经典的北乔峰南慕容的精彩交手 长达三分钟的打戏 杨又宁也使出了乔峰经典的降龙十八掌 浅龙勿用 让很多观众都直呼啊 哎 这眼神发狠 不仅帅气 还很有力量 有人倾充万能疑 行侠成你 报夹为国 不知有哪位英雄 还想来赐脚 在下 台湖初峰 好不过其实金庸的武侠作品 因为真的太过经典了 尤其天龙八部 又是很多导演 编剧 最喜欢的这个武侠剧本故事之一 所以历代呢 其实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乔峰 那到底哪一代最吸引人 最向援助呢 不少的金庸迷每每看到新的乔峰 都会不免拿出来比较 大家还记得吗 1982年香港TVB拍的第一部天龙八部 找来的是梁佳仁 担任第一代的乔峰 梁佳仁本身呢 是导演兼致 更是打心出身 因此格外能够凸显峰这个盖世武功的这个绝学 那这个版本的乔峰呢 虽然很多年轻人 包括我自己 自己说自己是年轻人 包括很多终身代 可能都不太有印象 但不少70年代的人来说 这个版本的乔峰 还是很让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他的外形粗犷 豪迈 而且呢 有这个圆柱的风格 只可惜啊 这个身高不够高 所以有一点点美中不足 但是这个版本 还是很受到欢迎的 另外同样在1982年 也因为这个天龙八部太受欢迎 很快就出现了新版的这个电影版 新天龙八部 那么在里面呢 是由这个邵氏影业的香港演员 徐少强丹刚 那隔两年 1990年 金马影后惠英红的亲哥哥 惠天赐 也演出了中世 台湾的中世 中世的电视剧天龙八部 那最红的应该就属1997年 黄日华的这个版本 大家还有印象吗 在这个黄日华的天龙八部里面呢 它是续湖 浓眉大眼 粗犷的外形 而且有着立体的轮廓 那么黄日华版本的乔峰呢 不用多说 在80年代 90年代人的眼里啊 这根本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黄日华的乔峰呢 其实最受欢迎的 不仅是豪爽大气 而且还有这个峡谷柔情 而且呢 他使出的这个降龙十八掌 常常是发挥到淋漓尽致 成为祖师爷的人物 那么每次出场呢 当然就会有这个背景音乐啦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他使出的降龙十八掌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都会败在这个核弹级的背景音乐威力之下 甚至呢 坏人还会屁股尿流 吓到这个不敢说话 当然黄日华也被说是乔峰的大宗师 非常深的人心 当然他也因为这部戏 获得了TVB万千星辉 贺台庆的最佳剧中男主角的提名 另外呢 2003年胡君也演过这个张继中版本的乔峰 当然这个时候的胡君呢 其实是刚借着电影蓝宇 入围了金马影帝的这个男演员 他还封了香港电影金子金奖的影帝 但是呢他是靠着天龙八部在里面的乔峰 瞬间让事业攀上了高峰 除了这是他首次呢 饰演这个英雄的角色之外 胡君版本的乔峰 其实是多了更多的大侠风范 胡君呢也因为演出了这个金庸笔下的乔峰 多了更多的豪气 侠气 义气 以及他还有七八分的这个丐帮的匪气 那么当然在戏里面呢 他也是这种飘逸的长发 潇洒的小胡子 让人联想到啊 几年前这个非常红的人物 希丽哥 所以很多金庸笔就说啊 嗯 胡君版的乔峰 还真的是蛮像丐帮帮主的 当然至此之后呢 胡君也演了蛮多经典的硬汉 还有这个英雄的角色 2003年中暗良的版本乔峰 这恐怕是大家印象中最不硬汉的乔峰了 虽然衣服看起来很像丐帮 但是啊 中暗良的脸可能长得太帅太小声了 所以被金庸笔呢 是认为说这是最不买单 最弱不惊风 而且这个峰呢 除了是那个风吹很大的峰 还有山峰、乔峰的峰 说他根本就是偶像派的乔峰 当然还有人酸啊 不知道当时还在世的金庸先生 看到这个版本的乔峰 有没有气到盆板、气到吐血呢 当然中暗良的这个乔峰呢 除了长相被批评之外呢 他在剧中跟辽宾作战的时候 竟然还被说啊 怎么踩着滑雪板在打斗呢 让不少人就说 天下第一大侠竟然不会轻功 还要脚踩滑雪板 真的是非常的滑稽 那么当然最新版本的乔峰 第七度翻拍 杨又宁版本的 其实也还是有被大量的武侠迷吐槽了 不知道是先前的这些角色太过让人印象深刻 太过成功了 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一次杨又宁的造型呢 就被说呢 半相不够豪迈 眼神不够有杀气 惨遭批评 不过杨又宁呢 情商还算蛮高岛 他说这是他心目中的乔峰 他已经用他自己的心灵 去跟金庸笔下的乔峰去做连结 毕竟啊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乔峰该有的样貌 好的那么第七度翻拍这个经典的大戏天龙八部 当然剧中除了刚刚说到的演员杨又宁之外 其实还有导演于荣光 他自己嘎上了一脚 就是这个耶律宏姬 那么另外呢 神仙姐姐王雨嫣则是找来香港的女星文永山 另外大理世子段玉则是找来年轻的演员白树 另外亮点还有包括有老戏古履梁伟啊 邱星志啊黄毅 都有友情参与演出 那么剧中乔峰也跟《演习攻略》里面的二秦苏清 有一段虐恋 因为苏清饰演的就是阿珠 好至于这么多年下来这么多版本的乔峰 您最喜欢哪一位呢 不妨呢在这个新版的天龙八部 给他一点点机会 看看有没有新的亮点 可以和先前的作品一较高下咯 据说有秘密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好那么我要公布我个人的这个冒牌者 郑后群的两表评分 他的满分是一百分啊 那一百分应该就是并入膏肓的程度吧 那么你可以猜猜看我得了几分呢 好猜到了吗 我得了四十九分 他说您可能会为自己的某些成就感到自豪 但仍然呢 你完全掌握这些成就 大意就是说 即使已经很努力在应得这些成就 也有一些成就 但是呢 打从心里还是不认为 这个是靠自己的努力 还是有一些冒牌者情结 因此会把这些的成功归因于一些外部因素 基本上我不觉得他有用心在这个评量的结果 文字编列上 好像就是把冒牌者情结再描述一次而已 有时候因为东西文化的差异 他们有一些烦恼 我真的不太能理解是为什么 那么刚刚这一段 他的系统评语呢 也让我觉得 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此吗 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们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冒牌者情结 就是他描述的这样 而不敢接受挑战 或不敢尝试新事物 我认为都是在健康的范围之内 我个人的观点呢 会分为三方面的观察 第一当然就是我刚提到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那这一边呢 也许您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也欢迎可以再跟我来做一个分享 我认为对于西方世界而言 好像自己有一点点的自卑感 或自己有一点点的不确定 就会被视为是一个问题 就像这里说 记忆力好不代表他很聪明 但是我认为记忆力好 也是聪明的构成的元素 就像我们认为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不是吗 那他刚提到的外部因素 魅力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人脉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说 这个不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呢 那您可能也会有您的看法 我相信在东方文化 我们又更讲究谦虚 谦卑的功课是一个很深奥的功课 我也还在学习 但的确有很多人 他们很努力也很优秀 但是他们没有你的机会 没有到你现在的为止 或者他未来会有比你更好的机会 只是不是现在 所以我不认为有一点点的 这个觉得自己不够好 是一个问题 当别人对你的赞美的时候 也许你并不认同 这就是我要延伸到第二点 有一些自我不认同的称赞 反而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讽刺 有些东西可能是过度简单了 例如一个两岁的娃娃 自己会吃饭 你会说 哇你好棒哦 你会自己吃饭耶 但是一个二十岁的大人 如果你还跟他说 哇你好棒哦 你会自己吃饭耶 如果他是四肢智力都健全的话 这种称赞 是不是 我过去有几次经验 就是被称赞一些 我认为不值得被称赞的事情 尤其在专业上 假设例如 我是一个美术设计师 那我的专业呢 是设计一些很精细很精细的东西 可是有一次 我可能是帮社团做了一张名片 然后就被称赞到报表 没错我是有用心 但我也理所当然 假情就熟的 就像华人都会用筷子一样 但是如果你会用筷子 被人家说 哇你会用筷子耶 那种感觉就是 好像是一个讽刺 对于这种过度简单的事情 又被归功 可能就会觉得浮夸了 延伸到我的第三点 会不会我们对别人有一种打压跟否定 因为我也曾经遇过别人对我的这种打压跟否定 尤其是被一些佼佼者 好我举例 假设我是一个德国亚洲杯的运动选手 但是我有这个冒牌者情节 我觉得我自己只是侥幸 那么当别人成绩比我差 又被称赞的时候 我更不觉得 或者是他甚至得了一个 这个其他的名次 很不错的时候 我更不觉得别人值得被称赞 或者是别人有功 连我这种侥幸的人都比不上 好那所以呢 可能职场上有很多有毒性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动机去咬伤别人 因为呢源自于他们对自己的不认同 所以呢也就刻薄的对待别人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欣赏自己 也没有办法欣赏别人 对于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呢 我并不觉得不归功给自己会是一个问题 但是事实上呢 我周围也有蛮多就是这种症状比较明显的人 例如他明明在大品牌工作 还觉得自己很没竞争力 出出不如人 这种状况呢 通常更容易发生在一些蛮优秀的人身上 他更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干扰 没错 可能在你的标准 你还没达到 但是你的确很不错哦 上天有一句话说 看别人比自己强 谦卑本来就是一件美德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成就荣耀都不百分之百的归于自己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要不要严重到产生了焦虑 或者是认为自己是骗子啊 有一天会被揭穿 可能就会比较病态一点 那么谦虚呢 并不是贬低自己 无论我们今天能考进这个学校 或单位或企业或职务 我认为运气也是实力的部分 那么缺乏自信呢 有一部分也可能会不会是因为你见多识广 你看过很多优秀的境界 你不是一个井底之蛙 所以你会有一部分的缺乏自信 但你也要有一部分的自信 是来自于客观的看到你自己的优点 就像我在第二十集提到的 盖洛普优势测验 你是不是能够知道你的优势 你的天赋在哪里 你可以怎么发挥 你可以怎么栽培自己 跟Julie不同的是 在职场中 我其实会比较希望我自己是前段班的 但在学习的课堂中 我不会觉得有很多优秀的同学 是一件不好的事 我反而会希望在学习的课堂中 我是属于中后段班的 这样我就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可能有一半的同学随随便便 都可以让我更进步 更成长 更有宝可以挖 好 现在就请你想一想 你是哪一种呢 只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信念 认知到自己的价值 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这些成就跟表现 也开始接受跟拥抱自己的能力 同时也懂得欣赏别人 为别人祝福 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你觉得我们节目有带给你一点收获 都邀请你到我们的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跟留言 如果你还没有追踪过 也麻烦你点点追踪 点点关注 再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也欢迎免费加入我们的Instagram 脸书私密社团 你可以在脸书上直接搜寻 用听的哈佛升管读书会 另外要邀请你 现在就来帮自己加分 Easy Manager超值赞助方案 现在就能让自己level 0升级 这五种超值方案是 黄金职人领导力 VIP职人超越力 伯爵经理人通行证 专属一对一职场问题咨询 请到资讯栏里面 点选YouTube两分钟的说明影片哦 我是你想的领导力 是能让你用听的管理读书会 轻松就能让你用在职场上 祝福你有一个很棒的一天 我们下次见 IC机体电路灿烂六时 关键人物 见证台湾IC产业的奇迹 投身类比IC研究 催生国家晶片系统设计中心 请听焦大前校长吴重宇 如何整合资源 培育台湾需要的半导体人才 你好我是刘忠记 欢迎来到IC机体电路灿烂六时 这个纪念IC发展60年历程的 专题节目 从直播以来呢 我们访谈了政府主管部会 科技部的陈良级部长 以及半导体业界的CEO好几位 今天我们回到学界 来访谈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前焦大校长吴重宇先生 吴校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要特别介绍吴校长 吴校长是一位在培养人才上 以及半导体跨领域研发工作上 吴校长做了非常深 而且影响非常广泛的努力 从早期到今天知名的 焦大307实验室 听这个307呢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秘密基地 但事实上它是 诚诚恳恳实实在在的 一个研究室 在今天跟下一次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 307实验室 以及近年来很重要的一个 焦大生医电子转移研究中心 不管是在培养人才 或者是把半导体做更广泛的 推广跨领域的运用 吴校长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这么多年来 而且是从本土发展起来的 吴校长 我们今天就先从307实验室来谈起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来谈谈当初您从大学 研究所博士都在焦大念 对 你是一个嘉义东石的乡下的孩子 靠海边 每个月大概淹水两次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从乡下到新竹来念 尖端的学校 做了研究 先来谈谈307实验室 好的 因为当初 其实我们在电子工程系任教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有三位老师都是在做类比IC 类比机体电路设计 那我们当初就想说 我们应该大家合起来 把力量一起来购买一些一器设备 一起培养学生 然后我们就是以类比机体电路的设计 跟它的系统的设计为主 可能是1985年 85年的时候 就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阶段了 是 好 那我们这边来说 这个IC的元件里面 包含了逻辑IC元件 包含了类比元件 为电子 是的 为什么选择类比IC 其实我个人对类比IC的设计 非常有兴趣 因为类比IC的设计 它就是 有人说它是一种art 就是一种艺术 所以就很多 可以发挥创意的地方 而且很多 可以自己想到很多新的电路 所以我非常enjoy 这个灵异的研究 我个人很粗浅的知识 就是带脑体的知识 那我看到资料 类比是一个比较辛苦 而且比较重视基础的研究 它的可能训练的时间 或学习的时间比较长 您为什么会走这条辛苦的路 其实都是兴趣使然 我们觉得非常有兴趣 所以就愿意投入 在类比IC方面 其实它有很多应用 比方说跟人体 或跟世界 外面的世界的界面的地方 其实都是类比的信号 都必须用类比的方法 所以它是一个很基础的研究 是不是 其实是很基础研究 到今天还是有非常多的人 都在研究类比IC 我有几次很偶然的机会 碰到科技界的人士 每一位提到您 我跟他说 我要某一个时间 要访问吴校长 他说黑管塞 那我可以想象 假设不是走在交大 走在新竹科学园区 或甚至中科 或者南科 很多人看到您都要鞠躬 我的意思就是说 您的从30期培养出来的学生 都走向了IC设计 甚至创立公司 甚至在很多IC设计的 这个科技公司里面 当了这个主管 甚至当创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因为我们当初培养学生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蛮严谨的 学生其实也非常努力 就是说30期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研究生 然后进入这个领域 有的是硕士班 有的是博士班 他们都非常努力工作 然后老师包括我自己 也都盯得很紧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 我们实验室只有早上 7点到9点没有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开业车的学生到7点去吃早餐了 然后没有开业车的学生 就9点才会来 是这个反正 最有一个交班的过程 但真正的24小时里面 只有两个小时 对是没有学生 他们不在 所以他们非常认真 而且表现都非常好 他也发表了非常多的论文 毕业以后 他们都到园区的公司 大部分 我也有到大学任教的 还有到IC公司任职的表现 你怎么样来要求这学生 不管是硕士班或博士班 你怎么样要求他 他们要除了论文 要毕业要交出一个成果之外 应该是 我想这个实验室很重视实作 对不对 你怎么样要求他们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要求这学生说 你既然做类比IC设计 那一定要亲自设计一个IC出来 然后自己去量测 他的不只只有模拟 所以我们就要求硕士班的同学 至少要设计自己 设计一个IC出来 那博士班可能要设计更多IC 而且要发表到顶尖的期刊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后来的国家晶片设计中心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借由业界的协助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设计的IC 变成晶片 是国家晶片中心 这个我们稍后可以谈 但这里面我这边先给听众买一个伏笔 因为校长在有一个机会到 当时的国科会 也就是科技部的前身 去当处长做了一个架桥的工作 创立了国家晶片中心 那做了造福科技界人士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稍后会再提 这边我们继续谈这个307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到现在还在吗 还在 到此刻的交大 还在 这中间培养了多少学生 多少研究生 重要是不只是自己训练学生 跟国际的合作情况怎么样 在我们307实验室里面 其实因为我们有三个老师 后来就更多老师加入 目前应该大概在八位老师左右 他们每一个人做的领域 我们从类比IC里面的领域 包括社评IC 还有很多界面的 那个IO的IC 就是输入输出的IC 还有powerIC 那这些我们都有教授在做 然后大家都积极的投入 所以我们毕业的学生 与我自己来讲 我已经200多位硕士班学生 所以假如其他教授算起来 我们应该已经培养毕业了 应该是一两千位硕士班的学生 还有博士班的学生 我也培养了五六十位 所以加起来 应该都是上百位的博士班学生 在行政部门 在政府部门里面 您做了这个国科会的工程处长 在这里面创立了很重要 一个国家晶片中心 这个国家晶片中心的工作跟任务是什么 你当初的想法是怎么样 好的当初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自己实验室的学生要去做IC 那要透过业界去 业界的帮忙 公司的帮忙 或者公园院的帮忙 那我们就觉得 其他教授不太可能做到这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 做的有时候都是靠我们原来建立的关系 那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有限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应该把这样的做法 让学生或教授设计的IC 能够做成精配 那我们就想说 应该要成立有一个 这样的专门的机构 而且他是比较有永久性的帮忙 爱培养学生 那一方面就是 开很多课程教学生怎么设计IC 第二方面就是引进软体 因为IC设计需要用到软体 那软体那时候都是千万美元以上 就已经很贵 那学校也不可能去做 教授也不可能去做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去跟这些软体的公司谈 叫他们以100块美金 优惠的价格给学校 等于是免费使用 给学生免费使用 那些软体其实都是公司在用的软体 所以学生就真的用这些软体 那毕业以后就驾轻救手 那第三个我们还想说 把设计完的这个集体电路 就给台积电跟联电 那时候我们都有跟他谈 让他们可以免费把我们做成镜片 就透过那个Shuttle的制程 然后把镜片做来 然后给学生 学生就可以实际去量测 那从idea开始设计 一直到最后实际去量测 那这样一个学生走过这样的历程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扎实的IC设计工程师 所以他们毕业以后 很多就可以直接到公司去服务 如果他们想要去产业界的话 从307实验室 一直到国家晶片中心 您觉得这个历程当中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成就是什么 至少在国家晶片中心 成立的很久以后 那有一次中央大学 那个中奖教授就跟我讲说 你成立这个 大家都认为 它确实是我们IC设计 产业跟科技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有了这个中心 所以让很多教授 甚至也很偏僻学校的教授 都可以设计IC 然后也培养了非常好的IC设计人才 那当初我要设立的时候 其实也有人跟我讲说 你干嘛要这么辛苦 你自己都可以去做IC 你为什么要让更多人去做 那不是创造了很多竞争者 甚至也有人跟我这样讲 那时候我就觉得 其实这样国家的产业跟科技 才能发展 就不要太自私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触 这里面除了培养本土的IC的设计人才 研究人才跟领导人才之外 最重要的是人怎么样培育 校长我们前面谈到了 您很让人敬佩的一个307实验室 谈到了您到行政部门 就是科技部的前身叫国科会的工程处长 创立了国家晶片中心 是 好 现在这些研究跟实验室 跟国家晶片中心都还在继续运行 是的 我们回顾您的这个 从做实验研究到行政 很重要的另外一项 您不只是设计晶片 您还作与英才 是 由系主任院长到校长 焦大在您当校长期间也做了很大的转型 从几个学院到现在也奠定了基础 也十个学院 十个学院 特别着重在理工科 当然中间还有一些人文艺术的科技 我觉得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些成长中的孩子 您在当老师校长的时候的孩子 跟现在的孩子有什么差别 就一般来说 以前的学生我们觉得 就是可能相对比较单纯 因为环境那时候比较也相对单纯 现在因为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经济繁荣 所以环境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相对学生会被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吸引 所以有一些学生的专注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 而且动机 他们学习的动机 可能有时候因为家里的环境比较好 所以他觉得他不用很努力 就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 所以少了以前学生的很强的动机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知道教大的学生 一般在不管是哪一种考试了 都经过层层的考试 从一路考上来成绩都非常优秀 在智能上 在表现上也都非常优秀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现在还继续做类比的IC的研究工作 那您刚说的 在投入的程度跟努力的程度有差异 这个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也不能怪任何一个人 也不能怪社会 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中 是的 在教学上或赋予孩子 做研究的任务上 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会不会 是的 因为我们变成说 面对这样一个学生的改变 那当然我看到我们的教授 大概就会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 以前我说学生的时候 我向来是不会去挑学生 就是说按照先后顺序 你先来找就先收你为硕士班或博士班学生 那现在可能就变成要稍微看一下学生 跟学生谈一下说 你是不是确定对这个领域有兴趣 你愿意不愿意投入自己 要先告诉他们说 DBIC那投入的进入障碍比较高 所以你要学了很多人以后 才会真正进到这个领域 我常常反过来跟他们说 进入障碍很高也不错 因为你可以来挡住后面的人 你进到里面来以后 你就不容易被取代 我们就用这样来吸引学生 要花更多时间去跟学生说明这些事情 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说你觉得有兴趣 觉得可以来吃苦来劳 那我们再说他 这个307实验室 后面我们在下一次节目里面 要谈的这个生意转移研究中心 是的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台湾本土 在台湾土地长出来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这里面跟国际上的合作 还有跟外界的合作 医院研究单位这个合作 是不是也是一个促成孩子们 有更多更广泛的发展的机会 来引导他们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们社会发展的过程 很早以前大学毕业的很多学生 都会到美国或者到国外去留学 但是近来这种留学的比例 尤其前几年 其实降到蛮低的 大部分的学生都会留在国内 当然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国内的大学的水准 也都提升了 所以他们觉得在这里面 而且国内的就业机会 至少在高科技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出去念 而且第二个原因就是出去会比较麻烦 没有亲戚朋友比较辛苦 那我们面对这样 其实我们也还是蛮鼓励说 学生有机会就出去交换 N9去N9一段时间 因为会让他的视野比较宽阔 比方说我在当校长的时候 我们把学生送到伊利诺大学 送到美国的一流大学 去让他读一学期或一学年 那我们发现这些学生回来的改变 其实蛮大 因为他会看到国外 那他们也意识到 美国这些顶尖大学的学生 其实蛮认真的 有个学生还跟我讲说 以前他们说 交大就是交作业大学 我作业很多 后来他们回来以后 还发现伊利诺大学的作业 是交大的两到三倍 大学部的作业 所以他们就不讲话了 而且他发现 有的美国学生会很认真 而且他们会知道自己要 以后要走什么路 所以他们都想好了 自发性的 对自发性 动机也很强 所以他们就从这里去体会到 好我们看校长从大学研究所到博士班 都是交大培养出来 然后您在这边当系主任 当院长 之后又到美国波特兰 或者其他的学校去当教授 受邀去教学 再回国来跟很多半导体的科技人才 是台湾的大学毕业之后 到国外去念博士 在业界里面工作 比如说大厂 IBM RCA 再回来在学校 或者是在业界里面发展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条路径的差异 这样的差异 其实我要讲说 如果你一直在台湾学习 假如有个学生 他一直在台湾学习 都没有跟国外接触 跟有国外接触的 其实会不一样 是 因为他的视野 还有他的一些经验 会不一样 所以我比较鼓励说 有些学生虽然因为某种因素 他没有办法到国外去念书 那也应该要找机会 到国外去 或者交换研究 或者去工作一阵子再回来 我想对自己的生涯的规划 或者是视野的开阔 应该都非常有帮助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那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那我们从人才的运用上 我们来看 台湾在发展半导体这个产业 不管是学术研究 跟工研院的研究工作 还有业界的这些 这样的一系列学研产 台湾这样的发展 跟美国相当程度的配合 特别是这些产业界的配合 几乎就是美国产业在前面领导 这样的搭配跟韩国的发展 您怎么样来看待 一个分工合作的概念 对 我觉得这个发展的历程当中 我必然是这样的趋势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当然从 因为美国确实比较先进 从半导体的发展来看 然后我们就从那边学习 然后学习了以后 我们自己再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这个历程当中 现在你看我们台积电 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那就是已经超越了 全世界其他的公司 所以这样的发展历程当中 其实对台湾来讲是蛮健康的 只是说以后这些产业 怎么样能够 我们可以培养更多人才 给产业界 让产业界能够永续发展 然后一直都在世界上 跟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您觉得发扬光大 当然美国很多高科技的产业 比如说IBM 甚至软体公司 科技公司 他们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当然利益取向 更重要是在矽谷这边 有很多从学界到产业 他们就一条龙的这种发展 台湾新竹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像这样的发展 台湾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下一个阶段 比如说互联网 车用电子 还有您非常着力于生物电子医学 这个是不是台湾未来的机会 是的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分析的结果 就是说在半导体市场 我们以前看过从电脑 PC然后手机 都是市场非常大 根据这些人的预测跟分析 未来的半导体市场 应该是一个碎片的市场 那就要说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像现在手机市场也慢慢饱和 那这个意味着就是说 因为半导体晶片是无所不在 每一个领域慢慢都会需要这些晶片 那就表示说它必须跟汽车结合 跟生衣结合 跟能源结合 所以就会有刚刚讲的生衣电子 汽车电子 能源电子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机会 在这个碎片市场之下 就是说每一个的技术 还有跨领域的整合 就变成非常重要 那我想台湾在这一块 还是有我们的优势 至少我们在IC制造方面 很方便 IC设计也有了能力 现在就是再去做跨域的结合 像物联网也是要应用到很多领域去 那这样 我觉得是我们以后台湾的机会 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引用美国的文学作家 马克图文讲了一句话 他说科学的迷人之处 在于我们只是小小投资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但是却从中获得如此大规模的猜想 他的意思就是说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生活 或者生命科学领域里面 已经知道的事情 跟短短未来数年当中 我们拥有的这个知识 比较起来的话 过去的这一段 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也得到很多成果 但是还是微不足道 未来有无限的机会 是的 我非常同意 像吴校长过去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为未来无限多的机会 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今天谢谢吴校长到节目里面来 我们下一次再请吴校长来跟我们谈 他最近十多年来 所着力研究的生意 好 谢谢 谢谢您 也谢谢您收听 再会